第五 关于真信心 怎么才能够产生真信心呢 从人的层面 怎么才能认识神呢 我们需要继续学习要义 概念本身就混乱 如果学了 其实答案也有了 真正的信心是上帝的恩赐 透过听到福音的宣讲 圣灵在我们里面光照我们 苏醒我们灵活 使我们听神的话 然后听到从信道而产生的 信道从听道而来的 所以听见神的话 圣灵光照 使我们产生所谓后来的 神学用语 是有效的护照 使我们里面灵魂苏醒 被用家人文化光照 使我们能够相信神的话 真信心是 借着神的道和圣灵 神的恩典赐下的 产生真信心 然后我们讲到 那个圣经论的时候 圣灵在我们里面 使我们确信神的话 离不开圣灵的工作 当然也不是独立于神的话 那从人的方面 你怎么常常认识神呢 从人的方面 我当然理解你的意思 怎么追求更认识神 从人的方面 认识神的方面 我们说 从不认识神到认识神 这个完全是神的恩典 天然人是 本性是抵挡 拒绝悲逆 罗马书一章 抗拒认识神的 显明了 明明知道神 故意不认识 所以上帝 借着前面说的 圣灵强烈的光照 使他重生 或者更新他的心意 使他能够超自然地 去认识神 所以他才屈服 在神的恩典之下 认识神 包括赐给他的信心 所以认识神是 上帝主动 当然 加尔文 他总是强调 在认识神 即便我们不能重生 主动寻信神 但是也不意味着 我们故意松散 比如说带领木道友 积极地参与教会 很多人现在不认识神 但是你不要停止聚会 你不认识也无所谓 我们教会有这样的人 我劝他 你可能的话就来教会 虽然你现在不信 但是不知道哪一天 上帝借着什么时候 开你的心窗 让你听懂 让你产生信心 暴露在蒙恩的手段 就是你基督徒也好 常常聚会 常常听到 常常默想神的话 常常参加圣徒的交通 常常祷告 常常领受圣礼 蒙恩的媒介 常常暴露在 隐情在 我们已经重生了吗 我们隐情地去活用 上帝给我们蒙恩的途径 这样神就按照他所喜悦的 随着他的主权 借着这个蒙恩的手段 赐福给我们 虽然不是必然的 但是上帝赐福 常常是借着这些他所制定的手段来赐福给我们 OK 那这个就跳过去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